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格林试图为总织赛祭司的冲突事件向TT道歉 但TT并没有接受格林的道歉 随后两人的冲突升级 而TT在冲突中击打到了格林的面部 随后詹姆斯 杜兰特本人极力阻止了事件的升级 一行远很快就离开了夜店 在上赛季总决赛中 两人就经常有摩擦发生 这一的加十大周 两人因口角摩擦演变到肢体冲突 TT更是被驱逐出场 格林不用多说 球场上的刺头 一向以强硬的防守著称 每个赛季技术范规的收藏家 横起来那可是连詹姆斯都赶上黑手的主 整个联盟估计也就瓜哥震得住他了 TT也是火爆脾气 作为老骑士队员中强硬的代表台 TT也是勾横 两个刺头相遇 自然是要比谁扎人更疼了 连续四年的总决赛相遇 两支球队肯定结下了不少仇怨 格林有失格到嘴巴 加上第一中改变战局的乌龙球 TT心里自然一万个不满 这也是冲突发生的根源 但是这次夜店冲突来看 格林的态度真是没得说 估计也是球场上一些话喷过了头 主动是照TT道歉 TT也是个棒 提气的主 也没那么好说话 冲突就这样产生了 当然 我们作为局外人不能指负谁的对错 毕竟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他们的冲突过程 格林之所以道歉 也是有些话喷过了 这样看来 TT的举动也是不是不可以理解 大哥林主动道歉 已经很有诚意了 TT的回应却显得不够大气了 所以说 都有各自的理由 我们不能单方面的去指责谁 冲突本来就是比赛的一部分 更何况在总决赛这个一球必争的舞台上 不过估计两人也不会在总决赛再次碰面了 这场恩怨应该落下帷幕了